歡迎收聽《紳士國慶新聞》 我是詩詩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時事評論員岳山 在《大紀元新聞網》首發的文章 中國科幻小說家劉慈欣的作品 《三體》被美國網絡串流平台Netflix翻拍 在3月21日首映 第一集開場呈現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 紅衛兵批鬥、嘔打科學家的血腥畫面 意外引發大家對文革的反思 但據說中共官方對當中的文革批鬥畫面全網屏蔽 文革是中國人集體的痛苦回憶 是那個時期的中共黨文化之獨 亦使成長於那段時間的中共現界高層受害 但他們在權力慾望之配下 不想使人知道真相並且否定真相 因而才會認為有文革從來的風險 在《三體》搜集開頭三分多鐘的片段中 Netflix版就呈現極其血腥、殘兵的一幕 北京清華大學的一名天體物理學專業女大學生葉文傑 趁眼目睹自己的爸爸 著名的物理學家葉哲泰 在台上被文革中的紅衛兵批鬥 最後被活活打死 政治評論家唐浩在X平台談判後感時表示 最新劇集《三體》一開手就展現不犯氣勢 1.重現中共文革的殘酷、血腥和破壞人論 2.重現中共如何製造集體恐怖來控制人民 3.披露中共無神論的愚蠢以及對神佛的仇恨 在X上 由網友發出文革時的影像片段說 現實比電影要殘酷得多 看後裏面有多少影響錄像的人 就說明這種批鬥遊街完全是上面預先精密安排好 網絡傳出 中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 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3月中已提前下令 全網屏閉即將上架的美版《三體》中 關於文革批鬥的內容 有電影界人士透露 《三體》中涉及文革的內容剛好觸及現任黨魁的敏感點 因為早在2013年 剛上台的習近平就提出 不能以後30年否定前30年 而現在 習近平也被大眾認為正在重啟《文革2.0版》 文革在中共見證後 毛澤東發動歷次政治運動的高潮期 史稱十年吐劫 文革期間 中共的領導人劉少奇被關押病死 其妻王光美被長期監禁 長子自殺 其餘子女軍手迫害 彭德懷 陶珠關押當年病死 習近平父親習仲勳 早在文革爆發之前的1962年 就已經遭到政治整肅 文革中被遊街 批鬥 龍了一隻耳 算起來 習近平本人也是在文革中直接受害 據習仲勳亡年之交 楊平長文披露 文革開始的時候 習近平剛13歲 當時習仲勳營在洛陽礦山機械廠接受改造 中共中央黨校召開批鬥六個就職派的大會 最後一個就是習近平 前五個是大人 他媽媽齊心就坐在台下 台上叫打倒習近平時 媽媽齊心被迫舉手叫口號打倒兒子 批鬥完 近在指責 毛子亦不能相見 轉眼間 習近平已經自己掌權 但是就選擇轉向毛澤東左路線 去年12月26日 是毛澤東的名秀 習近平曾率領官員在毛澤東紀念堂拜毛澤東的屍體 高調吹捧毛澤東 今年2月1日 習近平現身天津 期間突然提到在文革串連時吃過天津包子 習近平所說的串連 就是當時在全國串起內鬥的方式 今年3月18日 習近平去湖南參觀毛澤東的母校 湖南第一師範學院 擦看毛澤東在學院讀書時 住過的宿舍 包括毛澤東的床位 相關影片很快就被轉發到海外X平台 網民紛紛飢諷 無魔再召喚 種種跡象表示 習近平是那根深替故的無主義者 而根源在於他當年讀小學就開始接受中共紅色價值觀 中共強制灌輸的印記 沒有因為他受過迫害而輕易被虛脫 從年紀看 現任中共高層基本上是文革成長的一代 文革十年 即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中共現任七常委在哪裡?做什麼? 從公開資料上看 只有習近平能夠有具體記載事件 其他人不詳 習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學校讀到小學綱畢業 一文革衝擊而終止初中學業 1969年到陝西省梁家河做知青 1975年作為工廊兵學員 進入清華大學化工系基本有機合成專業學習 李強則是在浙江溫州的馬魚鎮上讀完小學和中學 1976年7月 17歲的李強在中學畢業後即參加工作 之後在浙江農業大學寧波分校農機系農機化專業學習 趙樂際1974年在青海做知青 1975年8月回回城市 作為最後一屆功農兵大學生 1977年2月趙樂際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 王滬寧在文革期間 他爸爸受到批鬥 為了防止三個兒子在外面運日子 經常將他們鎖在家 要求他們抄寫毛澤東選擇 王滬寧本來也是工農兵學員 1972年至1977年 被推薦在上海師範大學幹校外語培訓班學習 蔡奇17歲下綱勞動 在福建省永安縣西洋公社做知青 1975年獲推薦為工農兵學員 進入福建師範大學證教系學習 蔡奇後來主政北京期間 因大東天區趕所謂低端人口而引發爭議 丁士祥16歲考入東北重營機械學院 文革期間丁士祥仍在未董事的年紀 李希 在文革期間 1975年7月 他就在家鄉雲平公社擔任幹部 之後就開始步入官場 並在1976年調父兩當院文教局工作 出於對權力的慾望 因而好了傷疤亡了痛 以及對文革經歷留戀 對毛澤東崇拜 可能是現屆中共高層共同的特點 也是他們能夠互相勾結的密碼 這一代中共領導人 近年正在大使搬用毛澤東當年的風橋經驗治國 這是一種令到地方的酷利、打手 將全國每一個人控制得滴水不流的黨治模式 前中共總理溫家寶在任期內最後一次總理記者會上曾說過一番說話 他說 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 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進行到底 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復失 社會新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 仍有可能重新發生 回過頭來看 尾版三體開場的文革片段之所以敏感 正是因為觸動中共高層的黨文化思維互通 又因權力慾望而勾結 而有這樣的一種密碼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主了 記得Like, Subscribe, 還有按鐘仔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了 拜拜